欢迎收看小高 国庆假期 结束一系列活动的全红禅 再次回到家乡麦河村 这里人山人海 麦河村俨然真的成为了 广东湛江新增的一个风景点 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麦河村 看望全红禅的老家 也有不少喜爱全红禅的年轻人 来到这里打卡 全红禅对老家有着很深的眷恋 尽管他知道回家会被围观打扰 但这不能阻止他再次回家 和家人们团聚 全红禅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带娃 抱着那位小萌娃不撒手 在前不久的一次活动中 全红禅提到了自己中秋假期期间回家 主要事情就是带娃 这是他老爸全文贸约朋友家的孩子 全红禅和他很投缘 禅宝说他太可爱了 全红禅在社交媒体连发了两个 他和这位萌娃互动的视频 全红禅出去玩的时候 也总是带着这位小萌娃 当然孩子的妈妈也跟在身边 这次全红禅抱着萌娃回到院子里 这间院子外面人山人海 小萌娃穿了漂亮的裙子 还扎了头发 更显可爱 全红禅要进院子 一路上像是突破层层围堵 真是太多人了 他在亲人的照顾下前行 一路上人们对他就是一顿猛拍 不得不说 也就是全红禅一家比较好说话 从未见哪位体育明星 愿意包括自己和家人 愿意这么长时间被人打扰 一天到晚被围观拍照 人气狠旺的奥运冠军 不光有全红禅 但现在似乎只有全红禅一家 就像是被放在了显微镜下 是无巨细地被围观 此前全红禅老家上空 还有无人机进行拍摄 深夜和早上院子外 都有人围堵闹哄哄的 后来村子里的人贴了告示 动静小了不少 全红禅禅家后 麦和村也安静了一阵子 但这次国庆假期 麦和村又变得热闹起来 尤其如今 全红禅再次回家 相信这天赶往 麦和村的人预计又会大增 全红禅哥哥全静华 在直播搭摇烤摇机 全红禅入境了一小会 他抱着萌娃亲了亲 与网友互动 全红禅的爷爷也入境了 他没看眼笑的打招呼 孙女再次回来了 全家人团聚 爷爷非常开心 哥哥烤摇机吃 全红禅这一天 又能吃到美味了